初春季节天气变化迅速 廉价好天气也要跟着结束 周三又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来报到 而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 我们请邦彦来告诉大家 廉价结束好天气也即将结束 本周迎接两波东北季风接力影响 二日周三开始首波东北季风南下 天气转凉 气温明显开高走低下滑 东半部水气也会增加 一直到周四 与封面东半部仍是湿冷的天气形态 一号今天天气其实相当不错 但是晚上我们说过了东北风或是封面会下来 然后水气会带一点点进来 所以局部地方可能会有些地方的下雨 然后一路在二号三号的时候 温度就会下降比较晚间 温度下降的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影响也不是很大 白天天气温度还蛮舒适的 大概22、23度的情形 然后雨也不是很大 然后到四号的时候 整个东北季风减弱 然后整个天气就好起来了 然后到五号的时候 大概在晚上的时候 整个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号、六号、七号 受到影响会比较多 但是水气不是很多 所以在淫风面上会有一些降雨 然后温度也没有下降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白天温度大概在20、21度 相对来说应该还蛮舒适的 你不会觉得寒冷 不过如果早晚的时候 可能还是有一些感觉 就是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早出晚归还是适时的添加衣物 这一周就受两波的影响 然后二号、三号还有五、六、七 三天的天气都会比较不好一点点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又逐渐回升 不过东半部仍有短暂雨发生 周六日另一波东北季风增强接力 气温再转失良 东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雨 提醒民众即将迈入春天 天气变化快 适时增添衣物 攜带雨具做好防疫 记得讲报言华林氏报导